就很清楚认识到这件事情 那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更需要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 那我想台南的问题 它有它长期结构性的这些因素 那现在是我们一起来面对 现在这个市政的各种成呃 必须要深刻检讨跟面对的时刻 那作为民进党的一份子 我们共同来面对这件事情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 台南有没有黑金有必要查清楚 但党中央不必放话 用北部角度看到台南 若要这样放话的话 请问检讨在哪里 陈廷飞喊话 黑道介入台南市长选举 求求总统副总统救救台南吧 台南市政府议长改选在即 民进党团间召开25号就职前 最后一次甲级动员党团会议 议长参选邱莉莉 呼吁党团成员团结一致性投票 推动改革 不过六名正国会议员提前离席 也不回应 而根据台南市议会选举多岛角组赵几恩 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他相信党团成员会遵守决议 以致性的投票 有人提早离席 可能是有个人行程吧 台北市长柯文哲 八年任期即将在两天后届满 今天呢是扣文哲市长 阵内最后一个上班日 下午他特地逐柔逐间到各局处办公室 串门子 向八年来辛苦跟随他的公务员 同仁们道别 在此行的过程当中 扣文哲一路受到同仁们的簇拥欢呼 还有员工高呼 总同好 台北市例行国小团山业者搞乌龙 日前把上周松水汤送到一年级某班 有两名学童喝下肚 台北市卫生局调查之后 发现变质汤品是12月16号制作 并在室温放置两天以上 今天食品卫生管理法 采发午餐供应业者12万元罚还 以上新闻由李竹禅编辑播报 你知道吗 不花一毛钱 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干中 来 老师 这边坐 我坐外面坐 对 来 给我 老师可以不要带的吗 对 这样子啊 对对对 如果你不习惯你可以不要带 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你不是可以帮我穿的吗 右边坐一点点 我进来这边 老师它是直播的 铁头在这边 所以有直播 对对对 所以这个穿衣服还很重要 哈哈哈 我们现在广播 它是在直播了 好 我就这样子穿一面 不好意思把这个奖客播下来 好 奖客播下来也可以 他们懂得玩奖勋全系列有声课堂 请上网搜寻 咳咳献上听 咳咳不倦的咳咳 我们要准备一个节目了 好的 中广论坛 哈喽 各位中广论坛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下午五点钟 这个中广论坛的时间 那今天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来了 平常都自己一个人讲了一个小时 那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前几集我常在讲的这个气候危机 这个气候危机到底有多紧急 那我之前也谈过了 那也希望就是我也在官员办了客厅会 那今天呢 我们想要找这个肖黛基老师 然后一起来 那肖黛基老师 他是中原院经济研究的研究员肖黛基教授 那今天来到节目里头 肖老师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到毕如姐的这个节目 好 那肖老师他是一个经济学家 同时因为他也就是探讨这个能源税 还有这个税的一些问题 那最近大家都在谈气候变迁 就会谈到这个碳税的问题 那这个气候变迁法 我想这个是今年在立法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 那也有很多的民团都在做这样的一个倡议 那同时呢 听说肖老师今年退休嘛 对那肖老师退休之后呢 那我们就是有民团 还有我这边呢 就为了这一部气候变迁法 到底我们要来讨论碳费或者是碳税的问题 所以就跟肖老师开始有很密切的一些联系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今天有肖老师的专业来跟听众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来谈一谈 到底这个碳费跟碳税到底影响你我的生活 到底有多重要 那首先我们还是请肖老师谈一下 这个气候变迁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危 到底有多紧急 这个是我们上次在客厅会的时候 客厅会的时候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有谈到这个气候变迁 到底他有多紧急这件事情 是不是先请肖老师讲一下 现在的气候变迁到底对我们的生活 到底影响了什么 OK 那气候变迁主要是谈的最主要的一个 指标是在气温方面 当然除了气温以外 还有对整个的气候都有影响 那就气温来看 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平均的气温 已经比在工业革命之前的 那时候一个比较常态的气温呢 提高了1.1度C到1.2度C 那这样子持续的这个成长 尤其是进来呢 这个成长的速度又越来越快 所以到这个可能到了预估呢 到了2050年都会超过1.5度C 那之后那就会一直持续的上升上去 那可能就会超过2度C 3度C 4度C 一直到10度C都有可能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超过了1.5度C 就是一个关卡 是一个关卡 那科学家认为 如果是超过1.5度C 不再让它继续上去 那我们全世界各国的国家和人民 大家共同努力减少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外 更要移除大气中已经存在那里的温室气体 做到这个净0排放 也就是净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等于0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可能从1.5度C维持在那里 或者是在逐渐的下降 恢复到可能到1.1 1.2这样子一个程度 那就可以比较持久的维持下去 那超过1.5度C是一个关卡 也就是说超过这个以后 温度就会一直上去 就没办法维持了 没办法回来了 就是不可回复的一种影响 那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不可回复的影响呢 主要就是因为全球的平均的温度上升超过1.5度C的话 那么就会使得这个在冰原 北极北北北北 就是韩带的这个冰原 也就是说全年都一直都是结冰了这种的土壤 它会解冻 那这个解冻了以后 就会使得这个土壤里面存在里面很久的被冻了数千年 数万年的或是数千万年的这些温室气体 主要就是甲碗会被释放出来 那这个开始释放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就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会越来越多 我们就全世界再怎么样做都没有办法来使得它减少了 所以大气中的这个甲碗开始上升之后 会对我们的气温会有气候有什么 因为像今年在南北极的时候 它开始农冰嘛 那这些很可能上百年或千年的这些农冰之后 里面的这些二氧化碳出外里头有很重要的一个叫甲碗 那甲碗到底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以跟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稍微的讲一下甲碗的影响 甲碗本身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是一个间接的影响 因为它是温室气体里面的一种 它是一种温室气体 而且是强度很强的一种温室气体 所以它并不是直接的影响 它是透过这个温室效应 使得大气的气温会更高 所以就会有 就是这个开始释放之后 又没有办法把它挡下来以后 那么我们的温室就会一直上去 会到达2度C 3度C 4度C上去 所以说影响是在于全球的平均的气温的高度的 一直上去的话 那么就没办法回头 那这个过程里面 那么就会使得 热带地区和亚热带地区的温度就会高到 我们就几乎是没办法生活 那不只是人类没办法生活 可能动物植物这些生物 也没办法生存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 在亚带 热带跟亚热带 就是台湾是在亚热带 就没办法生存了 长不出粮食 那人类也没办法生活 那所以到时候呢 这个温带就会变成热带 那寒带就会变成 也有可能会变成热带 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全世界这种适宜人居的地方呢 的土地的面积就小了非常的多 那全世界的人口就会由现在80亿的人口呢 要逐渐的减少 可能不是逐渐少 可能很快速的减少 老师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的气温上升到两度 多了两度C之后 我们可能现在目前全世界的80亿的人口 可能会减半 不是 不是两度 两度不会 他是到了两度以后 超过1.5度C就没办法 回头 他就会一直上升 他就会一直上升 上升到了5度6度7度8度 可能到了10度 那时候的热带的这个气候 就不适宜生物的生存了 生物的生存 所以说到那个时候 那这个就是 那就会造成很大很多的难民 气候的难民就必须要移居 要移到这个适宜的气候 气候适宜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就造成了气候难民 那在北方的国家呢 他就会挡住 不让我们进去 不让我们热带的人进去 那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粮食又不足 那所以 这个过程就一定是会有战争 然后人口会 有很多人会饿死 然后就人口大量的减少 所以这个是气候边境会造成 最危机的这种情况 最危险的一种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 为什么 这个这个情境在 是是是科学家就是不愿意看到 所以他就说 不可 温身不可超过1.5度锡 是 这是一个目标 这是一个 不只是目标 这是一个限制条件 1.5度锡是跟工业 革命之前 工业革命之前开始 因为工业革命之后 因为很多的都是 化石燃料在做这样的一个 的能源在做燃 那这个烧煤或烧碳 然后这些造成的这些二氧化碳 让我们的整个这个地球的那个温均呢 就是温度会上升 最主要是这件事情 那所以这个大概前两次里头 我也在节目有谈到这个就是说气候变迁大家比较清楚的是巴黎协定 就是有一次是巴黎协定 可能是大家会比较清楚 也会谈到的 所以呢 大概在我们的 今年的COP27 老师你知道吗 今年的COP27的主要的重点 然后也是在讨论这个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就是我们国内在立法院里头 讲了这个气候变迁因应法 那这个上上礼拜事实上在立法院呢 也做了朝野的协商 那很多的法条呢 基本上他大家都没有公事 所以基本上可能接下来 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去做协商 那因为这个民团 不管还有很多的民间的人士 都非常的关心这件事情 气候变迁法 那老师你知道 就是在立法院的这个气候变迁法 到底我们目前在协商的过程 当中这个草案到底 目前碰到什么样的困境 我也去稍微了解了一下 我知道说 现在就是行政院的版本 那是执政党 当然还有行政院都非常的坚持 那么就 那可是呢 在野党还有部分的 民进党执政党的党的立委 也都有很多的这个修正的这个意见 可是呢 政府这边或者是执政党这边就非常的坚持 那所以就没有协商的这个余地 所以有碰到不同的意见 那主席就是说是进入 就保留 那就保留 这条文等到下一阶段的院长主持的协商 再协商 那如果那时候还是一样 那么就进入最后的 就是院会的这个表决来决定 那就是可能到现在的这种情势 也就是说针对这一个气候变迁法的修正案 执政党好像是不愿意和在野党做真正的讨论 真正的讨论 就是说一个法律 这样子一个其实没有党派立场的这个法律 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家来及时广益 不要只是坚持自己的 说一定是不可改的 一定是最好的 事实上有很多的学者 有很多的这个民团 环团 还有立法委员 都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 可是呢 都一直都被忽略了 忽视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 我们对于这种没有党派利益的这种的法律 应该是要开放 大家一起来 来来及时广益 来做最好的这种法律 其实这个气候变迁法 他应该没有各个党派之间的利益冲突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永续环境 来大家一起来努力 但是因为执政党有他的 不晓得是他的困境还是他的困难 比如说这个组折单位 组折单位有很多 之前我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也想了很久 也讨论很久 到底这个组折单位 到底是在行政院的永续会呢 还是说行政院 或者是他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委员会 那老师你对这一题的 这个就这样 他事实上他是没有党派之间的 厉害关系的 应该是全民一起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法案 那你觉得他的组折单位 应该是谁来组折 因为这个是一个 这一部法案会影响我国 未来二三十年 甚至是产业的一些影响 因为你如果这个定下去之后 我们的产业要能够升级 我们产业要能够转型 恐怕就要因为要有法 要有工具 才能够去促进整个的 一个产业的升级 所以这个主管单位这件事情 主折单位看起来是非常的重要 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有 这关于这一点 我和很多这个老师 在行政 公共行政 或者是经济 或者是社会科学 各方面的老师 大家都有讨论 大多数的人都有一个看法 共同的一个看法 就是认为旧变迁 这是一个非常 cover的范围 非常广大的一个工作 那他不是只有科学家 或者是工程师 可以完成的 所以他的所有的行政院的 各个部会 还有到地方政府 全部都大家一起来工作 一起要 而且要协调来工作 所以他很像 我们过去有的 这个灾害防救 这个事情 灾害防救 我们有一个灾害防救法 那这个法里面呢 他就为了这样子一种情况 就是他是 多部门 要共同合作的这种工作 所以他为了要做到这个协调 合作 共同来努力的这种的目的 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 在行政院 成立了一个灾害防救 汇报 用汇报这种方式 那由这个行政院长 来担任这个召集人 然后还有 几位副召集人 然后还有各有关的部会 还有一些专家 来参加组成这个汇报 那用这种方式来做 那这样子 当然还是有他的这个主管机关 在这气候变迁的主管机关 当然应该是环保署 或是以前的环境资源 以后的环境资源部 他是 可是呢 他是因为是一个部的关系 所以他要协调 不能叫协调 也是要是领导指挥 其他的部会就比较困难 所以这就需要院长出来 在这个汇报里面 做跟各有关的这个相关的 这些机关 到共同来来规划 然后来来决定 这个执行的计划和预算 然后呢 逐步的去一步步去做 所以我们认为 这样子一种专业的 气候变迁汇报 会比现在行政院的这个稿 的草案 就是他要把这个工作交给 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 要好多了 因为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 他cover的范围非常的广 因为是叫永续发展 所以他包括了经济发展 包括了社会的发展 和环境资源的保育 等等这方面 都是他的这个范围 所以是非常大 那气候变迁 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所以要这么大的范围的 所聘请的这36个委员 要来看那么多的东西 然后要特别注重 这个气候变迁是 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认为 要有一个专案的 一个汇报 一个委员会 一个汇报 就是说在行政院的 永续会里头 他实在是包罗万象 太多 要纳入太多的议题了 那可能这些 下次轮到你来讨论 这个气候变迁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排到哪里去 所以应该要有一个 专门的一个委员会 一个汇报 然后能够来主折 因为这一部 气候变迁法 真的真的是 非常的一个重要 那在这一次的 协商里头 事实上还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在讨论 就是说 因为多这些 我们等一下 谈到这个碳债 我们想请老师 来这边谈一谈碳债 那在这个 气候变迁里头呢 因为可能欧盟 他在2026年 他可能要克碳税 就是说 你如果外销到欧洲去的东西呢 因为在你的制程过程当中 如果是多出来的 产生的这些碳 二氧化碳 他可能就要跟你收费 那目前国内在这一部 气候变迁法里头 现在也另外一个搞不定的 就是说 到底是我们要收碳费 还是要收碳税 老师你这件事情 你怎么去看它 是要费还是要税 因为费是费率的问题 那税呢 是等于国家要去收一个税的一个问题 OK 那这个 现在的这个 行政院提出来的这个版本里面 它是要征收碳费 那可是我们认为碳费 它有一个天生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缺点 使得它并不是一个 很适宜的一个一个制度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叫做碳费 它就像是我们由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地方政府 要去征收这个垃圾处理费一样 那它就被大法官解释说 这种对于环保单位 环保署所征收了各种的环境 有关的归费 它都是要像垃圾处理费一样 征收了以后 要专门用在这一种污染的防治之用 被大法官的解释 像是在好多年以前 就这样子规定了 所以这样子就是限制它的用途 之后 那就 它只是 事实上这种做法它只适用像是垃圾处理费 这种的做法 那可是现在面临像说气候变迁 这种问题 那它如果要来做这个防 这个专案的这个 这个这个污染的防治之用的话 那事实上 有政府要来做的事实上是不多 大多数要做的这个工作 也就是节能减碳 还有从大气中去除碳 这些工作 主要的这个 这个工作主要还是要在排放源 污染源那边去做 那边的工作 你现在政府收了费 然后要去给他们 那根本就不够用 而且这个分配 还有这个工作的计划 是非常复杂 非常困难的这事情 所以说它不适宜 而且这样子去做的话 也是违背了污染者付费原则 所以在这种受到使用 受到限制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这个碳费征收的费率 也就是说每一单位的温室气体 例如说一吨的二氧化碳 它如果是像环保署现在的规划 大概是300块钱台币的话 那么它对于我们的电价 或者是油价的影响 事实上是非常的小 例如说如果我们是收300块钱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找一下这个数字 大概是我们的电价一度呢 会增加0.15元 0.15元 大概是相当于2%左右 那如果是这个电价没有 电价才增加是0.7% 那如果是在汽油上面的话 大概是相当于一公升 增加0.68元 按照现在的排放系数 那么它的相当于是油价的 2% 我刚刚讲不错 刚刚电价的百分比是7% 所以这样子一种增加 事实上我们大家使用者都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因为我们之前就算过了 大概这样子 大概是一个月就多一杯珍珠奶茶的价钱 大家好像没有感觉 那这里对这些 可能一些大户 企业产碳的这些大户呢 他可能没有感觉 所以呢 大家没有感觉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是大家就不会去重视他 所以要收这个碳费 还是要收碳税 我们广告后回来 再请老师来继续 好 先广告一下 谢谢 谢谢 OK 我刚刚讲 没关系 可以再 应该是7%不是0.7% 没关系 等一下再讲一遍 2.3%跟7% 因为大家在里面算得很认真 但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好像更在意 是不是真的有些 所以他这个播出有点delay delay几秒钟 对 对 delay 请老师讲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个危机 因为现在很多人还不认为 气候变迁的危机会发生在台湾悬赏 对 因为他可以在气候危机这件事情可以再讨论一下 危机 真的是一个危机 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这些不重视这个危机的还是指的人 他事实上是没有良心 对 这可以讲 可以讲 可以可以可以 这绝对可以讲 绝对可以讲 很棒很棒 你要讲 你要讲 没有良心 真的 很多人不能理解 气候变迁是个危机 不真的 真的 这个超过1.5度C 为什么规定不能超过 资讯随时新 30分钟掌握世界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中广论坛 好 中广论坛的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壁卢 那我旁边今天请到的是肖戴基老师 他是一个经济学家 同时也是一个对于在能源税跟碳税 跟今年听说他退休了 非常关心这个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那我们刚刚谈到的是碳费或者是碳税 那在等下再继续请肖老师谈下去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朋友 写了很多的意见给我们 我们还是要请肖老师来回答一下 有的人觉得说 这个气候危机 气候危险好像是一个假议题 那这个碳税也只是欧美 这个控制资本的一种手段吧 再来就是说 很多人不能够去理解说 这个气候变迁 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危机 所以他很多人问说 确定是危机吗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加速融化 不会那么早 所以呢 还是请那个肖老师 因为其实这个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真的是一个危机 你想想看 光我们今年2022年就好了 三月份的时候呢 三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就南北极的农冰 这个上次我在那个节目里头有谈到 然后再来就是 同一个时间呢 我们有很多的国家 比如说五月份的进入非常热的地方 比如说印度跟巴基斯坦 它热到122年来的三月份最热的温度 那再来就是这个非洲的索马利亚 温度非常的高 有可能有40%的因为这样子 而会饿死 七月份的时候 欧洲的热浪 它去习习英国标破40度锡 那写下350年来的一个信号 你看过那个新闻 它整个那个连机场的跑道都溶掉了 还有八月份 华国政府宣布陷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 天干雾燥 所以事实上这个气候危机这件事情呢 事实上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了 那到底它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还是请 再请萧老师来讲一下 如果真的不关心这件 气候危机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请老师来再跟我们 跟观众朋友 那个说的比较清楚一点 那个气候变迁 以前我们刚开始在1980年代 我在1980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个议题 那时候呢叫做气候变迁 它只是气候会改变 那可是近十年来 那就改成叫做气候危机了 不能叫做变迁了 是一个危机 那为什么叫做危机 我刚刚讲了一点 那就是说 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 非常的多 全世界 大家各国的科学家都在做 然后呢 他们也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组织 是在联合国的主导之下 那大家来比较研究 然后呢 去从这里面找出一些重要的这些资料 那所以每隔几年 就会有一个IPCC 就是这个组织叫做IPCC 就是政府间气候变迁委员会 那他每年都 每几年就会做一个评估报告 那最新的报告就是去年和今年出版的 最近这几次的评估报告都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温森 以前在巴黎协定的时候 那时候只说温森 不可以超过两度C 可是现在呢 今年的会议就是说 不可以超过1.5度C 就是说这个资料越来越丰富以后 就是说不可以超过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可以超过1.5度C 就我刚刚讲的 因为超过1.5度C 并不是现在啊 而是差不多 我们是希望在未来 差不多到2100年之前啊 都不要超过1.5度C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会有机会啊 不会从1.5度C 一直高升 温度一直升到 到两度三度以后 就回不来了 回不来 就超过1.5度C 温度就回不来 那回不来就是一直上去 那为什么会一直上去呢 就刚刚讲的 就会使得北极的 或是寒带地方的 那个涌动层里面的这个甲烷 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温室气体 释放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海水里面的 溶解了非常多的二氧化碳 也会因为这个温度的提升 大气中的 空气中的温度提高 然后会使得海水的表面的温度 也会提升 也会提升 那这里面的所溶解的 那些二氧化碳 也会释放出来 所以说这两种的 大量的温室气体的释放 那就没有办法 就会一直使得 这个温度一直上升 那温度上升到了 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 这个现在上升1.1度C 的这个刚刚讲的 毕如姐讲的 各种的气候的变化 那我们如果是看 更久远一点 到了1.5度C 到了这个2度C以后 3度C以后 那么这个变化 造成了这个气候的影响 那是更严重 我刚刚只讲到一个最 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 热带地方 和亚热带地方的温度 升高了 平均温度 就不要讲说 春夏秋冬 就是平均温度 提高 两度 三度C 四度C 你看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们会变成热带 亚热带会变成热带 可是不只是热带 而是 现在没有 没有办法看到的这种情况 对 没办法看到这种情况 那种情况之下 真的是 人不能够生存 不只因为人不能生存 可能是因为植物 动物无法生存 现在比较 大家可以有感受的 就是说 那个海水的温度上升 我们现在上升 大概是1.1度 那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珊瑚啊 都白化 对对对 珊瑚都白化 这件事情 可能是大家 常常会在新闻报章里头 会看到的 说除了动植物之外 就是海里头的 那个珊瑚都白化了 那珊瑚白化 是不是也会大量 会造成它死亡 不容易生存的一个危机 所以这个大概是 人民跟老百姓 慢慢他都会体会到 各种气温 因为这个温度上升 是因为石化燃油 在燃烧的过程 产生了太多的二氧化碳 到我们的空气中里头去 然后造成这个 整个这全球的 一个温度的一个上升 所以呢 事实上这个全世界的 各个领袖跟国家 其实各领导人 都应该来重视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不重视 那真的是很没良心的 一个领导人 因为最近 有一直在谈到 这个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那老师还要不要再谈一看 有没有什么跟气候危机 气候变迁 跟气候危机有相关的 气候危机 现在来看 刚刚讲到各国的 现在的在今年 就是各种的气候的 这种极端的气候的影响 这现在也是已经显现了 因为温度的上升 那科学家都告诉我们说 这个会使得我们的极端气候的 这种的机会和这个会提高 日速和它的强度会提高 所以极端气候就是高温多雨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没有雨的气候 所以说气候变迁以后 会使得水灾增加 洪灾增加 然后另外一个是旱灾增加 旱灾的机会也会增加 台湾是有洪灾的机会 也有旱灾的机会 过去我们大概每十年 有一次旱灾 那以后可能更常的出现 网友就开始写说 北极的那个冰龙花都到南方来了 还有再来就台北 他觉得台北冬天的天数越来越短 这个是大家事实上就是说 生活上面会去感应到的 那因为我们那个要进广告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探费跟探税这件事情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好谢谢 大概就这 就没有广告了 我们就来谈探税 探税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那欧盟的那个 对 那个税 所以他们这样显示出来 这个回应呢 就很多人还是不了解 还是不了解 还是不了解 所以为什么要一直倡议 这个很多人还是不了解 对 因为讲这个之后 我们才会进到生活 节能减碳怎么去做 那另外刚刚讲到没有良心 对 那各国的政府其实都是推 对 要把这个工作推给别人做 推给别人嘛 让别人做 我就来享受 开发中的国家 他可能就不想要出这个 这种基金出来解决问题 对 那这个开发中国家当然他说我没钱啊 都是你们造成的 会有那个俄国让我来承受 所以你要 中广论坛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中广论坛来 今天 我是蔡碧璐 那我们今天请到肖黛基老师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 极端气候的一个危机 刚讲到 如果各国的这些政要 领袖 或者是这些 整个国家的一些管理人 他不重视这个气候危机的话 真的是很没有良心 因为事实上我们常在想说 永续环境这件事情 不是只是在讨论我们目前的 而是要想说 我们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什么样一个永续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题目 回来我们还是来谈 讨论一下这个 就是说 气候变迁里头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是说 多产生的这些 产生的二氧化碳 我们要去把它 克碳费呢 还是克碳税 那因为 为了要收这些税 是为了要能够来去 做这样一个处理 那老师刚刚有讲说 如果每吨是300元的碳费来算的话 大概是汽油价格的2% 电价的6% 对不对 那这些对大户来讲 根本就是没有感觉 这些用电大户 这些大户来讲 它根本没有感觉 它没有要减排的一个诱因 所以就会将超之10年的大气中 这个还容许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 所以就会欠下碳债 那所以为什么今年COP27里头 有很多的人提出来 就是说 这些开发中的国家 事实上 他们是制造了这些很多的碳债 所以他们应该要能够拿出这些基金来 然后来帮忙这些弱势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非洲国家 他们可能像以非洲来讲 他们可能排碳 可能占全世界都不到1% 可是他们却是一个受债户 却是一个受债户 所以老师认为 合理的这个碳税或者是碳汇 要多少这个大户才会有感觉 OK 那我们刚刚讲 我们的行政院的这个气候变迁因应法 或者是温室气体管理法的修正案 那么他只打算用碳费 碳费 然后因为受到碳费本身的这个 本质上的一个限制 所以使得碳费的费率就不能够高 如果是一顿300块钱的话 那么已经一年可以给环保署的基金 增加差不多是600亿台币了 这个钱他已经是很难很难去把它用完 那所以这个是然后呢 这个费率呢又低到说没有什么 这个减量的这个诱因 所以那这个 那这个事实上这样子是绝对是不够的 刚才毕如姐提到了碳债 那我就这碳债有两种 一种呢是在过去的这些 以开发这高度开发的这些国家 他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 造成了现在的温度的这个上升 主要是他们的责任 包括台湾在里面 那可是呢 对于这些在这个 就是低度开发的这些国家 那他们呢 事实上他们能力也弱 钱也少因为能力也弱 所以说所以受到了受灾户 所以变成了最大的是受灾户 受灾户 这就是一个一个债 这就是一个债 所以说在这一次的Cup 27 27的这个会议里面 就对这个部分 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对于这种造成的损失呢 要由这些已开发的这些国家呢 要成立一个基金 然后来来来来救 来做一些这个调试减量 调试的这些工作 那这是一种债 就是现代的 这国家之间 有钱的跟没有钱 国家之间的一个关系 一个债 那另外一个债 是时间上来看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的排放的温室气体 它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呢 就因为它存在空气中的时间 非常的长 可能长达100年200年 或者是300年 那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排放一个单位的 温室气体像二氧化碳 它在空气中可以存活100年以上 那在100年 它都每一年 每一个时间 它都造成了气候变迁的这个影响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行为排放 就对未来的几百年的人 都造成这个影响 那这个就是一个债 那这就是一个债 那科学家他算出来说 我们大气中 还能够容许的 排放的温室气体呢 是很有限的 所以容许的意思就是说 不会让我们未来的温度呢 温升呢 超过1.5度C的这个量 是有限的 那可是呢 这个量啊 按照现在排放量来看 全世界排放量来看 只剩下10年就用光了 10年就用光了 10年就用光 那10年以后 它继续排 那就都超过了 那也就是说 我们绝对会超过1.5度C 那要回到1.5度C呢 就要赶快把它大气中 已经存在那里的温室气体 要把它移除 所以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减量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以外 这是绝对不够 还要从大气中 把这已经存在那里 几百年后的温室气体 要移除 那这个移除呢 为什么 那谁来移除 我们现在开始移除还不够 未来的人 每一代的人都要去做移除 那这就是我们留给他的一个债 是 我们留给他一个探债 这个债是我们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 我们留给他一个债 可是我们没留给他钱 那他就是 我们就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 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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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祖先 我们做父母呢 应该留给子孙 留给孩子 是要留给他遗产啊 那遗产是一个资产啊 对 让他能够未来有个比较好的生活 结果现在留下来是探债 我们留给他是一个探债 那这非常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不想不想生孩子 就是这个原因 这是原因之一吧 网友说少子化 没有想要培育后代的人 可能就会觉得 气候危机不干我的事 OK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 对 严肃议题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这个收探税 为什么不能够指到 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探费 就是他的用途呢 主要就是一个就是要累积一个探债基金 我们现在要累积 要一直累积 然后呢 每年只能够用他的利息 不能够用本金 这样子就成为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基金 让我们后代的人都可以一直都用这个利息来做 这个移除这个空气中多余的 就是要累积一个基金 让后代的人开始来能够做 这样移除二氧化碳的这个工作 移除二氧化碳的工作 对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探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用途 那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探税呢 就是他主要目的是要使得 现在大家有节能减碳的诱因 对 要节能减碳的诱因 这是我们主要的两个目的 所以一个是节能减碳 要给他一个诱因 另外一个是 对于移除未来的人 或者现在人 要移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也要给他一笔钱 让他用钱去买 这个移除的工作的成果 对 所以我们现在人 其实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主要 应该要做的是节能减碳的事情 然后只要能够去做有关 你要以前说过环保生活 事实上是很花钱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现在开始想 如何为我们的下一代 留下一个永续的环境 节能减碳 可能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 所以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萧老师 如果像欧盟 他要克这个碳税的话 谈到这个克欧盟的水准 他说要三千元 每一顿三千元 那对台湾的电价跟油价 还有经济成长率 还有GDP 它的短期影响会是什么 如果我们因为一开始 刚刚老师讲 克碳费这件事情 每顿三百元 其实大家都无感 一般老百姓 可能对来讲 一个月就多一杯珍珠奶茶的钱 五十块钱 但是对于用电大户 或者是这些碳牌大户 他可能没有感觉 因为他缴的税 是一个税率 很低 他没办法大量的去收费 收这个费率 但是如果回到这个欧盟 想要克这个碳税 那欧盟的水准可能 每一顿可能要到三千元的话 那可对我们的油价跟电价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OK 刚才毕如姐有讲到欧盟的一个碳税 那他们的做法 就是在他们欧盟现在有两个做法 一个是他们自己对欧盟的27个国家 还有另外周边的三个四个国家 一起共同执行一个排放交易制度 就是温室气体的一个排放交易制度 也就是说整个欧盟大家共同决定 我们每年的总的排放量是多少 然后让大家这些污染者 排放源去互相来买卖 然后来决定一个这个要减少到这么多的价格 那这是他们的做法 那这个价格呢 这个制度已经执行了 它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 已经做了这个20将近十几年了 那么这个制度 它这个价格就一直都在上升 最近的价格我刚刚查了 最近的价格是差不多是三千元 三千元 三千元就是最新的这个价格 就是欧元 是90个欧元 一顿二氧化碳 现在的价格 就是这两天的价格 那就相当于台币 差不多是三千元 三千元 那如果我们开始 如果2026年 我们很多的外销到欧盟去 那他开始要跟你刻这个每一顿三千元的这样子的一个碳税的话 对我们整个经济 还有这些电价油价的影响会是会是什么 什么都要涨 那欧盟呢 就是他就是马上在从明年开始 他就要开始 2023年开始 他就要开始执行一个新的一个制度 会对我们台湾或对其他 就欧盟以外的国家会造成影响的制度 叫做碳边境税 碳边境税 也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这个产品 差不多有七八类的这个产品 像钢铁水泥 然后铝鱼 还有塑胶 这些还有化学品 那这些产品出口到欧盟 不只是台湾了 全世界各国的产品出口到欧盟去 那他就要根据他这个产品 他生产的过程 他的排放的量 来课征这个碳边境税 而税率是什么呢 就是用进口那个当时那一周的欧盟碳交易市场的平均价格 就是刚刚讲的差不多现在是三千 那以后会更高 这个价格 所以他会实施在我们这个七八样的七八类的这个产业的产品 并不是全面 现在没有 可是对台湾影响最大的主要就是塑胶钢铁 这两个 就是化石燃料的制品 它的原料是化石燃料的制品所产生的 这些会需要被瞌睡 对 那所以单单是这些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个影响是会有 可是呢还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他没有cover 还不是到所有的产品 可是呢我们预期 他会逐渐的扩张他的这个范围 产品的产品的类别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保持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公平的这个原则 所以呢他只能够对他们的欧盟的这个排放交易制度 所cover的这个产业的产品啊 才能够课证这个碳边境税 那欧盟呢 他自己他规划在未来到2030年以前 他要把他这个欧盟的这个排放交易制度更扩大他的范围 更扩大他的范围 然后要把原来的一些免费的配额这些制度都逐步的这个取消 所以这个未来的话 这个产业的规模 不是这个这个欧盟的碳边境税所所要课征的这个对象 就会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那这个这样子的话 那时候对台湾的影响就会很大了 台湾影响就很大了 那现在刚刚开始就是他是2023年开始到2026年算是 呃这个叫做 叫做事半期 那这时候还不收 不收钱 2027年开始收 对 2027年开始收 可是呢从202623年就今年开始 他就要 呃这个 要我们的这些产品的出口商 嗯 进到欧盟的时候就要申报 他要申报 说他的这个产品里头一顿的 例如说一顿的钢 里头生产的过程里面 他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 是 啊 他要 他要申报啊 那一顿的塑胶里面 那这个数字呢 那现在大家就要准备 对 啊 就要准备 就要去找出这个数据 要去量 要数据 而且这些数据都必须要有依据的 不能够随便讲的 OK 所以我们的网友 呃 很多人在关心这件事情 哦 我们网友就说 如果与其让这个欧盟去克我们这个碳税 那不如在国内 我们就要先克 那克下来的这个税呢 我们怎么去用它 也怎么去用它 他说这些钱呢 可以拿来固碳使用很好 然后再来就说 哎 藻礁也可以固碳 我开始有一些 呃 含藻礁永存的人开始讲到 因为海里头的藻礁 它是可以固碳的 carbosync 然后再来就是 他说 难怪这个马斯克在做 人类移民火星的备案 可能地球会完蛋了 那他说另外一个说 蔡英文也说啊 这个禁令排碳呢 在2024之后就不干他的事了 这个一个很没有良心的一个 这就是没有良心的一种讲法 对对对 所以老师要不要谈一下 这个克碳税这件事情 国内如何 我们先就要怎么去克它 OK 那刚才讲到欧盟 欧盟事实上他这个制度 那他原来是他自己内部的 这个排档交易制度 那现在呢 他开始要把这个制度 要扩展到对所有的 这个他进口品 他都要克就全世界都会影响到 他就是要让他的产品 他自己的产品 跟外国进口产品 同一类的 有一个共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基础 那他不要造成这种自己对自己的厂商啊 有有有这个不不利的影响 这是他的一个目的 可是对我们来讲呢 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 让我们呢 赶快要把我们的制度 要跟他们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里面有一点呢 就是说 如果你在本国 克增了多少碳税 都可以从欧盟的那个碳边境税里面扣掉 扣掉 减掉 所以你只要缴这个差额 所以如果我们的碳税的税率 跟欧盟的碳交易的价格是相等的话 那我们的产品到欧盟去都免税 对 都免税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老师这个就是说 与其呢 让欧盟去克我们的这个 边境交易税 不如在国内呢 我们就是自己去克税 克下来的这个税呢 刚刚很多网友就会觉得说 那这笔钱可以来怎么去应用吗 OK 对 这笔钱也可以来做节能减碳啊 或者是 这个是因为是统资统缩 因为他竟然是税 所以也可以 还给每个老百姓 对不对 就是这些税 是不是可以退税 给每个老百姓 那这些 用电大户 或是产碳 就是造成这些 那个二氧化碳的这些大户呢 他们缴了很多的这些税 但是呢 就可以平均分配给 每个民众 如果以人头来算 那这个上次 我们在客厅会里头呢 我们也算过了 但如果这样子的话 每年可能每个老百姓 每年会 会收 回收到 这样子的分配的税 可能每年 每人会有两千块到三千块 就是说当你节能减碳的时候 你还得可以从中间 有一些 利润来 来 来说 是不是这样子 是是是 这个 这个税收 这个税 这个碳税 如果 我们现在是三百块钱 照环保署的这个规划 三百块 差不多 那 所以 所以这个用途是非常的重要 那一个是刚刚讲的 如果是碳在这用途之外 另外一个用途就是 应该是要还给人民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欢迎回到 中广新闻网YouTube频道 收听收看 你知道吗 不花一毛钱 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 我们的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同时也要